对于释放来讲被放生的是 是善良的人 保育动物也是善良的人 放生没有管制的情形之下 我们的鱼池箱出现了眼镜蛇 我们的日月坛出现了鱼虎 出现了很多我们觉得 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是它为什么会 那么快的绵密形成 对地方的威胁大量放生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宽松 触犯者六小时的环境生态教育 它都已经形成环境的危害了 所以我建议按照行政院的提案 来做这个惩处 我一定要为善良的放生者说话 我个人也会在我还没重振之前 我还有余力的时候 我也会到哪里买 然后我们就放生了 可是这样对不对 依照性来讲是错的 是错的 因为我也不晓得我这样会不会破坏生态 像我这样的人 在我还没重振之前 我这样的人现在怎么存在 存在 你难道就说 他要他没有你反而我犯错了 好那你来教育我 我觉得他们都愿意接受 所以我如果经过一家鱼店 那那边有什么鱼 我就是想救他 我进去 然后我跟朋友去吃 我看到他可怜 所以我就把他买下来 好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法律的话 我是要去问的 我要打电话去问说 这只鱼可不可以 如果按照这个 第46条的话 我必须事先告知 我要事先告知 我怎么事先告知 他说我要买这一条 那你要告诉我 说你通报的时候 那你要往哪里放 这不是我的责任 你不可以去抹灭人家 那个真的因为随机 这种东西是 已经是宗教伦理的东西 你不可以说不行 你不能做 因为人家的宗教教义 放生这件事情 是人家的宗教教义 让全世界都放生 来 跟我念 我们会啊 我们会啊 我们会 对啊你们要做收容 不是 他就是 他这个动物 他是可以合法持有的嘛 对啊那我告诉你 我不要啊 我就是想放生而已啊 我就是要放生他啊 我不要只有他 我不想养他啊 放不中不甘乱 啊 要放好中 所以每个人都要放一下 我就是没有办法养 我家里住在高楼大厦里面 我没有办法养 好那就是 那你就得接受他啊 买了动物保法里面就有规范 不能弃养了 他本来 那个买的人 他就有那个责任了 动物保护法事实上是有规范 那如果说动物保 那我如果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养 那怎么办 我已经养了这个东西 养了十年了 但我想放生他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养他了 那怎么办 我以为 你告诉我答案 告诉我答案就好 就是违法 弃养动物是不是 那怎么办 可是我没有办法养他 那怎么办 找人带养 那你觉得这实物实吗 很多人都这样啊 就像猫狗 他没办法养 他也会帮他找新竹人 这很务实啊 我就把他送到收容所去了 动物保护法本来就不能弃养动物 我没有要弃养 我告诉你说我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就是台湾的行政单位的缺失啊 因为第一个 没有您的讲法就让大家公平啊 局长你现在是在向我对抗你 不是啦 我是说我们跟你讲 你现在是在向我对抗你啦 维员不是说在我们在讨论吗 你在对抗你啊 什么叫说我们在公平 我现在和你讨论方法 对啊 我觉得你才在云端耶 你现在是在向你 维员您觉得说弃养他不需要付任何责任 我告诉你我没有要弃养 你说他不想养啊 对我就真的没办法养啊 你给凡尹凡尹 什么叫不想养 你给凡尹凡尹 什么叫不想养